各位看官大家好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我们这期的节目和平常会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 从上期《丝绸之路》的节目中 我们了解到很多看官想让我们做一期关于华为的节目 这也是我们德国之声DWYouTube频道成立以来 第一次有那么多的观众 一致表示我们要关注某个特别的话题 既然大家都很想听 我们当然满足 许多有关华为的争论 其实都是围绕一个话题展开 就是华为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这下面延展出来的问题包括 它是否是一家看似像民营企业 实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司 背后究竟是否有中国政府和军方的背景 它的5G技术如果应用于全球 会不会导致全球各国政界商界的机密 和我们大家的隐私 可以随时被华为或者中国政府掌握 当然也有可能有看官 感兴趣华为员工的工资待遇如何 别着急 在节目中您都会找到答案 刚才开头时 之所以说这次节目的内容和往常会有点那么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2019年年底 也就是新冠肆虐全球之前 我和德国之声的同事曾深度拜访过华为 也和当时华为的轮值董事长梁华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当时美国商务部宣布把华为及其70家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规定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批准 华为将无法向美国企业购买元器件 打出了全面阻击华为的第一枪 当时华为用这张图片形容自己的处境 就说华为被打得千疮百孔 就像这架飞机以上 上面有很多洞 但是这架飞机最后仍然的坚强飞行 并且能够平安落地 在华为最强烈的一种感受就是无处不在的危机感 甚至公司里用的咖啡杯都会时刻提醒人们 他的副董事长孟晚舟还在禁锢之中 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咱们这期节目在一定程度上 会基于我们在拜访华为时的观察和感受 当然也会请华为公司的代表 以及独立的学者发表他们的意见和观点 尽量让各位看官从各种角度全方位理解 华为到底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在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华为的一些基础信息 这家由任正非创建于1987年的公司 已经从刚开始的电话承控交换机业务 发展成为一家财大气粗的信息与通讯基础设施 和智能终端设备提供商 基础设施产品中最突出的就是它的5G设备 智能终端包括我们熟悉的华为手机 电脑 平板 数字穿戴等产品 根据华为官方消息 截止到2020年 该公司拥有大约20万名员工 业务遍及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0年 全球销售收入超过1367亿美金 如果华为是一个国家 我们把销售收入看作是GDP 那么它的全球GDP排名大约在60名左右 已经超过了中东油气大国科威特2019年的GDP 是卢森堡和委内瑞拉的总和 在面对国际制裁不断加重和新冠疫情双重打击的2020年 华为的净利润超过64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3.2% 从收入结构上来说 华为一半还多一点的业务收入来自消费者业务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手机电脑等消费产品 大约34%的收入来自向全球各地的通讯网络运营商 提供产品和服务 比如5G 剩下的大约是11% 是企业业务带来的营收 华为能有这样的营收盈利 和它设置的股权激励机制分不开 这在中国企业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这是为什么许多华为员工像打了鸡血一样拼命工作的原因 拜访他的深圳总部时 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是 不仅华为对员工的表现有评级制度 并且会淘汰排名末位的员工 甚至为员工提供饭菜的各大餐饮公司 也必须服从末位淘汰制 员工评价谁做的菜最不好吃 谁就会被淘汰出局 顺便说一下 华为的食堂确实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无论是在中东非洲国家还是在欧洲和美国 华为注重向员工提供符合中国员工口味的各种美食 彻底理解了要征服一个人的心 先要征服他的胃这个道理 华为为员工提供的优厚待遇 不仅仅只是体现在饮食上 虽然会残酷淘汰表现最差的员工 但是如果员工足够努力留在华为 那能够拿到的薪酬奖金和分红 好到远不能用公平这两个字来形容 给大家看一组非常反尔赛的数字 根据华为2020年的年度财报 公司为工资 薪金和其他福利 做出的总支出额数约为1390亿人民币 除以年报中所说公司目前总数为19.7万的员工 意味着每位华为员工的平均年收入超过70万人民币 换算成美金也超过10万 按照华为自己的说法 它是一家百分之百由员工持有的民营企业 约20万员工中有超过12万人拥有公司的股票 持股员工占比超过总数的一半 除此以外 没有任何政府部门 机构持有华为股份 不仅如此 华为对外声称 它的持股员工代表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对利润分配 增资和董事会 监事会选举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上面是华为官方的说法 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感受 虽然我们在华为确实也看到了记录每一位员工持股数量的内部文件 但实话说 从当时为拜访华为办理记者签证时 有华为派专员前往中国驻德大使馆陪同火速高校办理 到华为深圳总部戒备森严 设计精良 同时又极度气派奢华的办公会客场所来看 我很难说它只是一家普通的中国民营企业 让我印象最深的 是深圳华为总部处处散发出的那种 中国政府或军队机关大院的观感 那种整齐划衣 肃穆堂皇 甚至略带威慑力的建筑语言 里面的人像时钟一样精准的来上班 吃午饭 再继续上班 从他们的面孔中 虽然可以看到工作带来的压力 也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优越感和满足感 以及中国公务员所独具的那种泰然 这种气氛在中国除了政府机关 或者军队机关的大院里 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就连华为自己的员工也在网络上爆料称 其深圳总部的内部名称就叫机关 这种机关感当然也可能和华为的掌门人 任正非曾经在中国军队工作过有关 Huawei claims to be a normal private company like any other private company in the world but it does have some differences the first thing to point out would be that its founder and CEO did spend some time in the Chinese military before founding the company so this is often been pointed out as a potential link with the Chinese military beyond that there is not so much evidence that Huawei has really cooperat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military in any way I mean genau the vergangenheit von Herrn Ren als frühererer ingenieur bei militaire is das argument dass viele nehmen um zu sagen wir hätten verbindungen zum chun-eisenstaat wenn das so wäre würde es auf der Welt sehr viele Unternehmen geben die verbindungen zu irgendeinem staat haben weil sehr viele Leute auch irgendwann mal in irgendeiner Armee gedient haben 事实上 华为的创始人人正非 在各种对外场合 从来也没有回避过自己曾经的军方背景 到目前为止 包括美国在内 没有一个国家或者任何情报机构 能够证明华为和中国政府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曾经在美国情报机关工作过的吹哨人斯诺登 提供的机密情报显示 华为2001年在美国开设第一家分公司后 美国政府就一直不知道 该怎样面对这家中国公司 2006年 小布什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情报机关 开展了一场代号为 滑稽爆炸的调查 2009年 奥巴马上位后又开始了一场规模更大 代号为射击巨人的调查 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都是 了解华为的管理层是如何思考的 公司架构如何 谁是他的客户 资金又流向何处 德国世界报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信息来源都是斯诺登提供的一手资料 根据斯诺登提供的消息 美国政府虽然掌握了华为大量的内部数据 包括全体员工的邮件通讯 内部文件和产品原代码 但从中没有找出任何可以说明华为受中国政府指使 或者在产品中秘密安装后门的证据 美国的射击巨人 调查行动2009年底结束后 欧盟方面又向美国询问有没有新的发现 美国政府并未作答 面对华为 德国走的是另一条路 2017年12月 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局局长肖恩波姆直接前往中国 拜访华为的董事长 并告诉他 如果华为要想继续在德国做生意 就必须向德国政府敞开后院的大门 而华为也是这么做的 之后 华为在波恩设立了一个实验室 让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局的专家随时可以进入 不仅能够把华为的任何产品大卸八块 还能检查产品的程序源代码 华为在此之前 在英国牛津附近也设立了一个类似的实验室 但无论是英国德国还是美国收集的信息 都无法证实华为在设备中安装了能够泄露信息的后门 在这里我们要指出 虽然目前对华为产品原代码的检查 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但是理论上 华为还是能够通过后期的软件更新 植入新的窃听功能 在这方面 华为表示已经彻底和德国坦诚相见 5G技术将决定未来世界互联互通的方式 在这方面 无论何种制裁 华为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5G设备和技术提供商 拥有全世界大约80%的和5G有关的技术专利 有专家估计 竞争者诺基亚和爱立信 在5G方面和华为的差距大约为两年 所以说有关华为的争议 其实是有关谁能够打造我们未来移动互联网世界的争议 同时这也与权力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有关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美国和中国在网络世界的角力 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这关系到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以及对关键技术的控制 好 各位看官 感谢您关注我们这次因你们的要求带来的华为特辑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体会到有关华为的事情 可以说的其实还有太多 我们会在报道和节目中继续关注 一切只为点赞订阅虽然好 独立思考价更高 您收看的是为自由决策带来自由信息的德国之声 我们下次再见